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诗说节目 在上一节目里面,我们跟大家谈到了如何给人留下一个美好的第一印象 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在人际交往中,有哪些重要的技巧可以供我们选择 很多朋友说了,老师啊,你昨儿讲的挺好的 我知道了,我要穿得得体,我要展现我优雅的外表 丰富的内涵,我要跟人很好的去交往了 但是啊,在交往的过程中,我还应该注意哪些东西呢?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探讨 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有哪些技巧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尊重 心理学家马斯洛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需求理论 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有不同层次的需求 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生存的一个需求,或者叫生理的需求 第二层呢,就是安全的需求 我们每个人都要寻找安全感 第三个就是社会交往的需求 我们要跟人往来,要跟大家在一起交流 第四个就是尊重的需求 最后是自我实现的需求 看上去,尊重的需求在非常高的一个位置 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非常渴望的一个东西 因此,想要形成一个良好的人际交往 想要达到非常有效的人际沟通 尊重对方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而且尊重对方也就是尊重自己 去年在北京发生了一起悲剧 很多在座的北京朋友都知道 清华大学的一位老教授 四十多岁,中德一女 有一天,他们一家三口去西丹图书大厦买书 在回来的路上坐公交车的时候 女儿和售票员之间产生了一些言语上的分歧 当班的售票员呢,认为他们买票可能是买晚了一战 就问他们到底是不是晚了 结果呢,女儿很冲的十几岁的女孩子站起来说 不可能,我们是在哪一哪一战上的 我们买的票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平心而论说这些事情都没有问题 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 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 这个女儿用了一个词汇 你不就是卖票的吗,有什么了不起 这一句话激怒了当时不当班的另一位售票员 结果那一位售票员愤怒地和他理论起来 甚至最后发生了动手 然后很遗憾,在这个动手的过程中 女孩子去世了 这么大的悲剧就源于一句话吗 你不就是个卖票的吗 大家想想,在这句话的背后蕴含着什么 其实在他的背后 表达的最核心的一个思想和态度就是 你有什么了不起 我根本看不起你,对不对 那么当这位不当班的售票员 听到这样的话语,这样的感受的时候 他怎么想 他就会非常非常的愤怒 因此两个人起了这么大的冲突 其实源于一句话 而这一句话背后源于什么 源于一个尊重 若干年前,在某一所高校的门口 一位老教授被一位保安打了一顿 为什么呢,也是因为这位老教授 很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话 你不就是一个破保安吗 你有什么了不起 结果,保安当时觉得非常受刺激 而他在语言上呢 又没有办法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只好年轻气盛 什么东西强,体力强 就上来跟老教授推推嗓嗓 发生了肢体冲突 两个案件都让我们看到一个事情 人和人在交往的过程中 无论是你自己还是他人都渴望什么 渴望别人尊重自己 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 因此,尊重是我们人际交往的第一要素 第一个要学习的技巧 有的朋友说了 那这个尊重到底要学到什么地步 怎么学 其实,要学尊重并不难 不是说你表面上喊张主席 李老师或者王总经理 这就可以了 关键是 你在喊他们这些职务背后 你的内心深处 有没有怀着尊重和敬意 我们这一系列的话题都是 人际交往从新开始 表面文章很重要 但是表面文章背后的 从新开始的这个内涵更重要 只有我们真正从内心深处接纳了别人 接纳了别人的存在 尊重了另外一个人 那么这个时候,无论我们的用语是什么样的词汇 而别人感受到的是温暖 是尊重 是关怀 我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 要立一个意 就是我绝对地尊重你 当然有朋友就说了 那以你这意思 尊重是不是大家就平等了 一团和气了 不是 平等是相对的 尊重是绝对的 在座的朋友有没有想到 当我们打开电视机的时候 我和我的伙伴们在为电视机前的观众们服务 在这种情形下 相对来说是不平等的 为什么呢 是我在为你服务 可是大家知道吗 也许你是一位美容师 也许你是一位厨师 也许你是一位校园里的老师 当我们离开电视节目组 来到美容院 来到餐厅 来到学校求学的时候 你又在为我们服务 因此 从总体的意义上讲 我们相互都是平等的 在这种平等的前提下 我们必然就应该衍生出 对对方尊重之心 学会尊重 这是人际交往的第一要素 接下来 胡登博士提出 与人交往应当以诚相待 那么 该怎样领会其中的含义 并很好地运用呢 第二 我们说人际交往的第二个重要的技巧 或者说重要的要素 是诚实 很多朋友跟我说了 你跟人讲诚实 你傻呀 现在社会你看多复杂呀 你如果讲诚实讲单纯 那不是招人骗吗 招人算计吗 我想 这位朋友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在现在社会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有部分人确实把中华民族的 诚实的美德给忘了 但是我相信随着社会秩序的不断规范 经济秩序的不断完善 诚实又会重现出来 我有一位朋友告诉我 我有一位朋友告诉我 他说我觉得诚实不仅仅是一个美德 更是人际交往中必要的一个核心的内容 他说我在上海中遨游 我就怕遇见不诚实的人 我不敢跟他打交道 打完了交道到时候事情一塌糊涂怎么办 如果我一看他就在那算计啊 就在那坑蒙拐骗啊 就在那说三道四啊 我就根本不搭理他 我连跟他做生意的心都没有 你想 一点诚实都没有的话 别人都不愿意跟你交往 你还发展什么事业呢 你还怎么样开创你的未来呢 因此 诚实成为人际交往中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从心理学上讲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趋利避害的 从动物本能性上讲 我们都害怕被伤害 我们都喜欢好的东西 避免坏的东西 那么我们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 害怕什么 害怕被伤害 因此 我们愿意跟那些诚实的人 能够给我们带来安全感的人交往 假如这个人带给我的 不是足够的安全感 不是足够的诚实感 那我跟他交往可要注意了 我要躲他稍微远点 别到时候哪天他把我给蒙了 把我给害了 那我可是伤心欲绝啊 美国有一位垃圾亲运工 他是美国最著名的垃圾亲运工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百万富翁垃圾亲运工 很多人都很奇怪 一个垃圾工怎么能有一百万呢 因为他是诚实的垃圾亲运工 这位黑人垃圾亲运工 家里很穷 太太没有工作 养了好几个小孩 那么在亲运垃圾的过程中呢 有一天他在垃圾桶里 捡到一个钱包 这个钱包里头呢 有好几百美金的现钞 对于一个生活很贫穷的黑人垃圾亲运工来说 拿到这笔钱 真是天上掉下来的财富啊 虽然他穷 但是他诚实 他恪守一个信条 什么东西是我的 什么东西不是我的 于是他把这个钱包交给了警察 警察根据信用卡的信息 找到了钱包的主人 而恰巧这个钱包的主人 是一个亿万富翁 按照美国不成文的传统和规定 如果你捡到了别人的东西 又还给了施主 施主要拿出价值这个东西的 百分之十作为酬谢来感谢你 可是 由于种种原因 傲慢的这个富翁 只是对他说了一声谢谢 拿着钱包扬长而去 亲运工也没有说什么 他觉得我做了自己诚信的 诚实的一件事情而已 可是呢 当班的警察看不下去了 他觉得这事不可理喻 人家还了你钱包 里边还有那么多现钞 你还不给人一点小费 作为补偿 他就把这个事啊 在广播上 电视上就曝光了 就说出来了 然后大家猜发生了什么事情 全美国很多地方的人 都在鼓励和支持 这位垃圾亲运工 说不就是一百美金吗 他不给 我给 导致这位垃圾亲运工 在半年之内收到了来自全美国 不同州的一百万美金 一万多个人给他寄 一百美金 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 最有钱的垃圾亲运工 因此 诚实有时候会给我们 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的 最重要的 诚实是我们每个人 渴望的交流方式 按照胡敦博士的观点 在人际交往中 人们首先要学会 尊重对方 要与成相待 同时 还要展示可爱的微笑 看到这儿 我们不禁要问 微笑 能算作一个重要的因素吗 那么第三 我们说 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 重要的要素 就是 微笑 在座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每天早晨 你出门的时候 照照镜子 有没有看见 镜子里 你的那张脸 有一个叫雪梅的姑娘 在公司里 人缘特别好 在生活中 也人缘特别好 一天到晚 脸上都挂着笑容 大家都很喜欢她 她办事起来 特顺 你搬不了的 雪梅搬得了 你做不到的 雪梅做得到 很多人都很奇怪说 雪梅啊 你是怎么练习出来的呢 雪梅就给我们大家 讲了这样一件小事 当年呢 雪梅也和很多朋友一样 住在平房里 后来微改了以后 搬进了楼房 在搬进楼房的那一天 雪梅很不适应 为什么呢 以前大家在平房里嘛 家家户户都在 共用水房 共用卫生间 共用这些那些地方 见了面互相 老张老李老王 打招呼 亲热得很 但是呢 到了楼房以后呢 好像互相往来特别少 搬进楼房的第一天 雪梅进了这个电梯间 发现电梯间又闷又热 特别难受 而在电梯间本来就不大的空间里 有一位电梯工阿姨 还搬了一把椅子 坐在里边 占据了小小空间的三分之一 而且呢 阿姨脸色呢 也不是很好看 雪梅当时心里就特别不舒服 你想 又闷又热 又 空间又被人挤占 雪梅发现自己的这种情绪以后 她马上做了一个调整 她跟那阿姨说 哎呀 阿姨呀 这么小的空间 这么热的天 您在这一当班八个小时 可真够辛苦的呀 她冲阿姨笑了笑 本来脸上就挂着一脸霜的阿姨 听到这句话 心里舒服多了 你看 对方尊重了我 对方理解了我 而且对方很诚恳的在跟我说话 能体会到我的这个苦衷 更重要的是 对方冲我在笑 结果 阿姨就很快地给雪梅说了一句 是啊 没办法呀 谁让他们把这个电梯间没有装空调呢 我们就只好这样忍着了 哎 在雪梅的微笑中 在雪梅上上下下九层的这个过程中 多次跟这个阿姨打交道 多次跟阿姨主动打招呼 多次跟阿姨微笑 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雪梅的微笑带来的是电梯宫的微笑 我想 在我们每个人的人际交往过程中 我们不希望被别人忽视 我们不希望别人对我冷若冰霜 那么心理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命题 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一面镜子 我们的心怎么对待别人 别人就会怎么对待我 我们的心同时也是一个玻璃镜片 我们怀着什么样的心境 看这个世界 世界就会是什么颜色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皮格玛利翁效应 皮格玛利翁呢 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城邦的王 他爱上了自己的一个雕像 这个雕像呢 是一个美女的雕像 他每天呢 就百般的呵护这个雕像 跟他说话 跟他一起沟通 跟他交流 来抚摸他 来赞美他 结果 他的这个举动 深深地感动了爱神 结果爱神就射出一个箭 让这个雕像复活了 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美少女 跟皮格玛利翁在一起 后来心理学家就把皮格玛利翁效应 拿出来告诉大家 当一个事情 你用积极的 关怀的 努力的眼光 去做的时候 这个事情就有可能成功 以上胡登博士的讲述与案例 让我们明白 与他人交往 微笑是一种容易取得交往成功的技巧 那么对于天生不够言笑的人来说 该如何做呢 因此 我们每一位朋友记住 当你出门的时候 面对自己的镜子 面对自己的形象 简单的一个动作 笑一下 第二简单的一个动作 再笑一下 第三个更简单的动作 你也开嘴笑一下 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整个世界也在对你微笑 还有一位朋友 曾经告诉我说 为什么我总是遇不上好人 我遇到了张三吧 他对我看不起 我遇到了李四吧 他对我挨搭不理 我遇到了王五 他根本就不愿意跟我说话 他就问我 为什么我交不到好朋友 后来呢 我没有给他做更多的分析 我仅仅把他拉到了这个镜子前面 我说 你看看镜子里面的人吧 当他自己看到镜子里面的那个人的时候 他自己都笑了 你想一想 一个愁眉苦脸 眉头紧索 苦大愁深的这个样子 谁愿意搭理你呀 你说希望别人喜欢你 希望别人能跟你交往 能跟你交流 可是呢 你的这个眉头紧索 你的这个脸是吊着的 你怎么样让别人来接纳你呢 这位同学呢 后来想到了这一点 明白了这一点以后 也开始做镜像训练 虽然他长得比较胖 虽然他这个脸上的阳光不是很足够 但是他学会了微笑 学会了每天在自己的这个房间出门之前 对着镜子做三个微笑 他发现果然上公交车的时候 售票员对他很好 下了公交车换地铁的时候 地铁的保安对他也很好 到了工作单位 同事们都对他挺好 我想我们经常说 人际交往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很多的便利 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而良好的人际交往是我们人生的财富 那么我们就要明白 当我们微笑着面对他人 当我们尊重他人 当我们用诚实的心去对待他人的时候 我们的人际交往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会越来越顺畅 我们的人缘我们的人气都会越来越好 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诗说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这一集中 胡登博士教给我们人际交往的三种技巧 学会尊重他人 学会表达真诚 学会展现微笑 那么要想获得更多的成功 我们还需要掌握哪些技巧呢 请看下集人际交往技巧下 小学会 开始 小学会便接近 大学会 开始 發生的宝 recordings 小学会 开始 小学会和的栩树